除了舉重 中華隊今天也在多項亞運的球類賽事出賽 其中我們的男子手球隊在預賽事第二戰顯勝日本了 這也是隊時首度在國際賽打敗日本隊 沒有錯 那另外呢 我們的羽球隊在男子團體八強戰是以3比1擊敗了印尼 隊時是首次闖進到亞運團體賽的四強 而且這也確保至少會再替台灣再填一面銅牌 中華代表團今天在多項亞運球類賽事出賽 首先看到羽球男團八強戰中華隊上強敵印尼 前兩點戰成以勝一敗 第三點單打許仁豪以直落二獲勝 幫中華隊取得挺牌優勢 第四點雙打中華隊有老經驗的陳鴻林搭配廖敏俊 結果同樣以直落二勝出 羽球男子隊打破隊史記錄首次晉級亞運前四強 也確保至少會台灣摘下一面銅牌 這也是我國男子羽球隊第一次在亞運團體賽摘下獎牌 準決賽的對手將要對上南韓隊 同樣打破隊史記錄的還有男子手球隊 小組賽對上日本整場比賽攻守俱佳 中場就以31比28勝出 也寫下國際賽首次擊扮日本的歷史記錄 鏡頭轉到網球場上 男子團體16強對上菲律賓 前兩點單打派出王玉佐和盧彥勳把關 結果兩人不負眾望順利搶下順利 雖然最後第三點雙打 陳迪和彭先映打滿三盤擺下全來 還是不影響中華隊晉級前八強 最後來關心南排的戰況 中華隊首戰卡達 在身高距離劣勢的情況下 攻勢屢屢受挫 最終連丟三局輸掉比賽 下一場比賽對手將要對上地主南韓隊 有電TV許家人 魏楚瑜綜合報導